我们常说,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,无论身处哪个社会阶层,我们都要和身边的人打交道,有的人做人圆滑,在社会上混得如鱼得水,有的人老是本分,却总是处处吃亏,在社会上,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心机很重的人,只是他们往往隐藏很深,难以察觉,那么,如何识别那些城府深的人呢? 城府很深的人往往会出现以下这几个奇怪的行为,一旦你身边的人表现出这些特点,那你千万要警觉起来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说话有多,滴水不漏,什么才是真正的会说话? 我想,有这三点,首先,看破而不说破,蜻蜓点水,看透了这件事的真相,也不要说出来,以免惹来是非麻烦,如果非要说,也仅仅是提两句无关痛痒的话,其次,多赞美而少夸吉,多点头而少抬杠,领导说,要这么做,底下的老江湖既不会抬杠,也不会指出问题,只会赞美领导说得对,很有远见。 第三,遇到不好回答的问题,保持沉默的姿态,说话很简单,而沉默特别困难,尤其是情绪化特别严重的人,一遇到什么事,都会火急火燎去反驳。 这不是聪明的做法,在江湖赤得开的老江湖,为什么他们跟谁都合得来,因为他们说话有度,滴水不漏,别人不觉得突兀,自然就不会跟他们作对,有点诚服。 对于普通人而言,其实是一件好事,这就等于,给自己披上一件隐形的盔甲,终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,保护好自己。 撒谎撒一半,让人真假难辨。 什么样的谎言最容易骗到人,那是就是真实的谎言,那些谎言通常前半部分是真的,后半部分是假的,一个诚服很深的人,一定是个撒谎的高手,他们通常可以做到撒谎不脸红。 张嘴就来,而且不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,德国就有一句民间谚语,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最恶毒的谎言。 相似的中国谚语有,年里藏针,孝里藏刀。 在得到别人信任的时候,冷不丁撒了个弥天大谎,这样的行为确实是很反常,正常人都不会这样去做,也不屑于这样去做。 伪装自己的思想 心机重的人,往往还会伪装自己的思想,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,在一些利益纷争的场合,心机深重的人, 他们也许有自己的看法,有自己的计谋。 但是,在重要的场合,在复杂的人际环境中,他们是不会轻易表露出他们的思想的,而是懂得先伪装自己的思想,然后伺机而动。 当然,心机重的人,他们这样的伪装不是为了保护自己,而是为了是否有利可图。 当遇到有比他们更厉害的人在场的时候,他们还会掩饰自己的思想,去使尽巴结有权势的人,比他们厉害的人,以此寻找得利的机会。 同时,当他们遇到矛盾激化的观点冲突的时候,他们也会伪装自己的思想,去鼓动观点冲突的双方争斗。 等到其他人两败俱伤的时候,他们才暴露出他们的思想。 这样的人,其实就是坐山观虎斗的人,是欲望相争渔翁得利的老翁。 面对这样的人,我们要懂得辨别,才能在和他们的交往中,及时读懂他们的内心思想,避免被他们利用。 善于察言观色,不轻易得罪人。 诚服深的人,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,通常都很善于察言观色,在说话上,他们总是掌握着分寸,不会轻易得罪人。 这种表现,虽然表面看起来是高情商,高智商的表现,但若是被这种人算计。 你往往会有猝不及防的感觉,称服深的人,不在意眼前的得失,他们更看重长远的利益。 哪怕当下被你欺负了,他们也会一忍再忍。 狂飙里的高启强,最初的时候,一直隐忍着小龙和小虎的欺负,难道他真的是没脾气吗? 怎么可能会没有,只是他觉得自己的实力不够,所以懂得审视夺势,尽量不去得罪欺负自己的人。 可是,当一个诚服深的人,一旦得了事,他便会展开自己的报复。 其实,说白了,这就叫小人得事,诚服深,虽然看似很聪明,但往往也会因此失去别人的信赖。 所以,与人交往的时候,还是真诚一点为好。 净说漂亮话 在我们的身边,有没有这样一种人,就是见到别人的时候,不说话,先微笑。 这样的人通常见人就笑。 这种笑不是发自内心的笑,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假笑,除了脸上带笑。 他们还净说漂亮话,人都爱听好听话,好听话听着顺耳顺心。 可你说的好听话,得有个度,如果完全偏离了方向,只会南辕北辙,引来别人的厌烦。 比如,你在第一次见到一个女生的时候,明明她的脸很大,也长得不漂亮,有诚服的人不会直接去说她的样貌。 而说她其他的优点,说出的话,也让对方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,没有诚服的人,只会对别人吐槽,或者说言过其实的话,引来别人的讨厌,遇到净说漂亮话的人,要多留个心眼。 他们也许并不是真心夸赞你,只是让你放下戒心,来进一步达到她的目的。 重力妄议,没有困难时,跟谁都好,但是,在利益面前,就会显现出那张极其争鸣的面孔,只要自己的个人利益受到一点点的侵犯,立刻翻脸不认人。 这种情况下,最容易识别她那灰暗的内心,因为,利益永远是最考验情义的东西。 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,与这一类人交往,只会伸手其汉,因此,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她。 他们越远越好,在他们的情感界定当中,自私自利,就像是生存技巧一样,融入骨髓,交朋友时,一定要擦亮眼睛,切磨交道损友。 有时会让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,甚至会跌入深渊,朋友是一面镜子,你交什么样的朋友,代表着你的个人品位,以及辨识审视的眼光,在不断筛选中逐步沉淀,才是纯洁且又珍贵的。 把真正的友谊留给真正交心的人,因为情感经不起浪费,一旦被浪费,就会变得廉价,最后甚至会枯竭,真正和你交心的人不会舍得浪费你的情感。 真朋友,宁缺无烂,因为知己难寻,只需一两个足矣,正如那句话所说,君子之交淡如水,情感到位了,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,不需要太多的烘托和伪装,也不会刻意去向外人表露,最真实的那份情感,就藏在彼此心底,心照不宣。 隐藏自己的锋芒 真正成腐身的人,一定是暗暗发力的,在做一件事情之前,他不会满世界宣扬自己的目标,比如说我要击败某某竞争对手。 而是会把他真实的意图隐藏起来,你平时看他不显山不露水,但是实际上他在你看不到的地方,正在默默努力着这种为人处事的方法。 从另一个侧面来讲,其实也是一种低调的表现,不懂得隐藏自己锋芒的人,一般情况下早早的就被封杀掉了,哪有什么发展的机会,这些都是血淋淋的教训。 很多人本身确实也很有能力,但是他为人非常高调,在做一件事情之前,他喜欢把自己的目标叫出来,口号喊得非常响亮,这时候就会有许多别有用心的人。 在暗地里给他使盘子,甚至会招来许多人的不满,做起事情来,不会那么顺利。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,一般都会把个人利益看得非常重,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,就会马变了一个嘴脸,和心机深重的人交往会非常的累。 因为很多时候,这些人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,实际上心里已经在盘算要怎么对付别人了。 这样的人最好敬而远之,对照看看身边有没有这样特点的人,尤其是真正的老实人,千万不要招惹心机重的人,读国学经典。 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